一起分享一些有关的生活常识 今天我们讲的三大主题内容 一个就是平常用的卫生纸 还有就是牙膏 再一个就是再讲一讲我们家具 窗帘 沙发等等 这里面有可能隐藏着哪些危害 那么能够清晰的听到我声音的 请打666 能够清晰听到我声音的 请打666 OK 打了一串6 谢谢 我们先讲卫生纸 卫生纸呢 说起卫生纸我就想起一个笑话 就是乡下人说这个城里人的 他说这个 他说我们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改 就是开始用这个卫生纸上厕所了 你们又把这个卫生纸改为擦嘴了 笑死我了 就是那个后来不是因为大家生活富裕了吗 都用了都用了餐巾纸 我记得是二十多年前吧 那个我还有朋友啊 他专门他在外贸外贸工厂 就是那个一小块像豆腐块那么大的 像扑克扑克牌那么大的餐巾纸 工厂的流水线啊 来制作这个餐 那时候用这个还是很时尚的 有钱人用的 有钱人用的 等大家开始用这个餐巾纸了 擦嘴了 上车上那个餐厅啊 后来后来怎么这个这个 渐渐的现在又湿纸巾了 这一些呢 都跟这个纸有关系 那我们来说一说 这里面还有哪些危险性的东西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建议不再使用湿的餐巾纸 湿的湿纸巾 那里面是含有一些有毒的物质的 那你擦嘴啊擦脸啊 擦皮肤啊 那都被皮肤吸收了啊 不好的 那么这个 尤其是我们这个东西方文化 它有一定差异啊 他们他们就老外在用纸的方面 它区分的是非常清晰的 比如说餐桌上用的纸 有专门的很漂亮的啊 还有化妆台所需要的这些纸呢 它必须什么样 坚韧耐擦啊 不容易破 它的纤维是比较长的 呃纤维比较长的 这个餐巾纸啊 包括那些面巾纸啊 是符合这些条件的 那么相对来讲 纸张的质量呢 它会不容易分解啊 也不应该把它们丢进这个化粪池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带了湿纸巾啊 呃上厕所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扔进 扔进这个厕所 其实它这种纸张呢 它的纤维是比较长的 请记住一个词 纤维 纤维比较长的纸呢 它是不容易分解的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一个很长的绳子啊 啊 它就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长的纤维 它是很难断裂的 对吧 既然很难断裂的话呢 就是不容易被分解的 所以像这些面筋纸啊 质量好的这些纸 不容易破损的 耐擦的 都是不应该丢进这个 呃 化粪池的 也不应该往这个马桶里扔的啊 应该刻在旁边的呃 植楼里 那么 我们平常用的呃 卫生巾里使用的这个卷筒 卫生纸啊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就是吸水力比较好 还有相对于面筋纸和餐筋纸啊 它的纤维比较短 短嘛 就容易断裂嘛 对吧 纤维短容易断裂 就容易分解啊 容易就是这个呃 变成小的小块啊 容易被冲走 不容易呃 被堵住 但是呢 呃 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虽然它纤维短 但是有一定的厚度 呃 而回收纸浆的这个纤维短啊 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 回收纸 也叫二次回收的用纸 有的甚至是三次四次的 回收的这个纸啊 这种纸的纸浆 它的纤维是很短的 在水中是很容易分解的 但是呢 它不是很白 啊 它有的时候会被用来制造什么 被制造 你上厕所用的卫生纸 那听到这里呢 我们可能有些人没有感觉 那么如果有一定的这个卫生常识的人哈 他就会知道哇 这个不能用 因为前些年曾经报道过就是 女性用的卫生巾啊 是用很多就是小作坊啊 回收的那个纸 做成的 包括很多冒牌的名牌的 你根本就鉴别不了啊 所以呃 因为大家买这个卫生巾啊 等等啊 一般就在这个小院里啊 呃 这个 小区啊 小区附近的超市啊 等等还会直接就购买了 因为小区都会备用这些东西嘛 而恰恰是这一些 不大不小的这个小超市啊 那些便利店里面 他们进的货啊 是很有这个这个 呃 需要你这个仔细鉴别的 不能随便购买 包括这些 呃 他们的东西为什么好卖呢 因为他们有的是制作的 伪劣产品 假的名牌 而实际上所谓的我们在电视里 看到的那些名牌的 就是所谓的名牌的卫生巾 到底能不能使用呢 我待会告诉大家 如何鉴别二次啊 回收的纸张 做成的卫生巾 这是一个 呃 因为这些回收纸张的 他的纤维是比较短的 他会不怎么白 所以制造成了卫生纸 而这些卫生纸的这个呃 卫生卫生条件 绝对是达不到国家要求的 所以其实我们国家呃 在用纸的上面的这个文化 它是不够精准的 然后对纸张的这个白皙程度啊 又过度的痴迷 认为啊 你这个不白呀 那这个白的话 为什么二次纸张有的时候会特别白呢 啊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些那个城镇啊 一些中小城市的路边啊 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啊 会看到那个车车辆上啊 包括有时候会在小区里做活动 卖大量的卫生纸 你看这个纸多白 这个纸多白 这是几年前啊 但随着这些呃 有关竹纤维的纸啊 包括那些环保纸张的这些推广子 尤其是微信 有了微信之后 大家在这个微信上获取了很多相关纸张的链接 那么这一类就是质量不合格的纸啊 呃 现在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越来越少了 过去是真的特别多 那么国家呢 315也报道过 很多呃 就是这个新闻媒体啊 对他都进行过比较深度的报道 所以国人在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已经是 这方面的常识 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呃 很多人不懂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鉴别二次纸张 首先从它的颜色 还有就是你要用手搓一搓 它如果容易有那种粉末状的话 说明它是呃 回收的那个很短的 那个就是这个纤维比较短的那个纸张的 这种纸张的质量是不OK的 你不要去买 所以有的时候你一用啊 你一擦 就破了啊 这种纸张纸张绝对是二次再生纸张 那么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买的很多纸啊 都是原生纸 原生纸张 它有的时候 它并非是真的原生纸张 呃做的 它只是有那个颜色罢了 因为商家也知道 老百姓现在开始喜欢买那种 黄颜色的纸啊 那种淡淡的黄的 认为是这个原生纸张 没有没有加过漂白 呃化学漂白剂的那个 把它漂白的那个纸 所以他故意的把纸啊 做成了那个颜色 所以在买纸的时候 你也要看一看 也要看一看这个呃 配料啊 你要看 它是 它的配料里面有没有其他东西 因为作为呃 专业的生产纸的厂家 他呃 在国家的这个生产要求的标准上 他是要求他写出来的 只要你是在大超市购买这些纸张的话 他都会有标注 所以你仔细看哈 这一墙面的这个纸各种各样的 你哪天花时间 你挨个的去看一眼 你就知道 哦 这个纸 这个纸能用啊 那个纸不能用 呃 你看了你就明白了 你带着疑问 呃 带着这个基本的常识去简便 去检验 包括你在国外买东西也是一样的 不要相信国外的东西都是好的 国外也是属于地球上的吗 整个地球都被污染了 请记住这句话 整个地球都被污染了 一样的 嗯 所以就是 呃 在纸张上哈 我们再接着讲这个卫生巾 这个卫生巾 你像我们现在 女孩子用的 呃 都是什么牌子啊 护书宝啊 呃 还有那个叫什么 我现在都不怎么用哈 呃 我想想看啊 大家能说出几个牌子来吗 你都用什么品牌的卫生巾 你可以在 那个下面 呃 打字打出来给我看一看 我就告诉你 那个合不合适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这个卫生巾呢 护书宝的 还有很有名的 因为这些牌子我已经很久没有用了 全眠时代还是可以的 但是全眠时代的包装不是很OK 这个全眠时代 这个全眠时代 它的包装还是呃 不是很严密 容易容易让细菌侵入 而且它的性价比也不是很高 哎 小护士对ABC小护士七度空间 这些都不能用 ABC小护士七度空间都是要pass掉的 嗯 不管是你的护垫也好 还是你的卫生巾也好哈 你家常版的夜用版的日用版的有一个标准 大家牢牢记住这个标准 看配料 看配料 配料里面有什么呢 绒毛浆 记住这个词 我现在给大家打出来 绒毛浆 绒就是雪绒花的绒 绒毛的绒 稍等我给大家打出来啊 绒 O-N-G绒 绒 毛 姜 OK 好 我已经打出来了 绒雪绒花的绒毛 就是毛发的毛啊 姜就是纸姜的姜 只要标注了 它的配料上标注有绒毛姜的卫生巾 啊 或者其他的 只要你跟你身体 呃 洁净有关系的 这些纸张 啊 这些这些这个所谓的餐间纸 都不能够使用 不管它是不是名牌 你越是名牌 啊 你越要打个问号 因为这些东西可能都被控制了 嗯 绒毛姜 绒毛姜是什么呢 绒毛姜 它就是二次再生的纸 它的纤维是很短的 它是不能够用来垫在屁股里面的 啊 屁股下面的 还有就是 那个 小孩子用的那个 呃 那叫什么 呃 那孩子都大了 我都忘记你在叫什么了 小孩用的那种纸尿裤 小孩的纸尿裤哈 我给大家说说这个纸尿裤 像这个小宝宝啊 他一般来讲 一般一到两个小时 他就会排尿一次 一天至少他要需要十几片纸尿裤啊 啊 所以稍微大一点的排尿频率降低了 有的时候也会需要六到八片 那么他有人曾经拉拉裤 你说的对 小林说的对 纸尿裤拉拉裤 尿不湿 这都是小孩子用的这个纸尿裤哈 那么这些东西啊 在呃 有人曾经计算过 孩子在满两岁之前 他如果说呃 一直使用纸尿裤的话 大约需要五千片左右啊 啊 可是每一片纸尿 纸尿裤哈 到垃圾厂进行掩埋之后 你知道需要多久才会被分解吗 有谁能够回答出来 放放放开你的这个想象力的空间啊 就每一片纸尿裤啊 如果啊被研埋研埋厂掩埋的话 你是要多少年的时间才会被分解 你大多数的纸尿裤啊 他都是标榜 他是不外露的啊 那有的时候 那个那个纸尿裤歪了以后 发生侧漏 他并不是产品的质量的不好 而是有的时候是因为穿戴好 没有穿好 穿歪了 那么纸尿裤 为什么他不漏水呢 那个他的道理和卫生巾 他是相通的 纸尿裤里面有什么 聚饼锡酸钠 聚饼锡酸钠是什么呀 就是一种固态的吸水性的高分子 当宝宝排尿之后啊 这个聚饼锡酸钠 这个化学名称你不好记的话 你就你就 有饼啊 酸钠钠呀 这个化学名词你看到 你不一定记住这个名词哈 你就知道哦 这个东西啊 不不怎么OK 那么这个东西呃 被尿液呃 尿液吸了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像果冻一样的 粘稠的一种凝胶 它就锁住水分了啊 所以它不会漏 但是它的透气性是很差的 所以有些宝宝啊 因为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吃的就不好 水也不好 妈妈也不懂 所以有些孩子生下来 它就是过敏性的体质 那么接触到这种物质呢 或者被尿液里的这个叫 阿摩西亚 阿摩西亚 闷着 它就会刺激 屁股就会红着 起小不准 所以在这一点哈 我们可以提醒的是哈 就是如果你有小宝宝的话 或者将来 家里亲朋好友 或者是你将来当奶奶 当爷爷了 家里有宝宝 要穿纸尿裤了 我们的建议就是不要穿纸尿裤 穿都不要穿 管他什么质量 从小 从宝宝月子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锻炼他 按时尿尿 你一须 条件反射 你不要让他随便 有的家长就说 甚至有的那个 有的这个就是医生哈 他会建议你 给他孩子穿纸尿裤 等等等等 我跟你讲 我的朋友 他的孩子月子里的时候 生下来就教他 就训练他 不到一个礼拜就学会了 就是有这么厉害 所以不要那个 看 就是这个担心孩子学不会啊 孩子非常灵的 所以想想看 如果你不再用纸尿裤 五千块 五千 如果他用到两岁的话 有人计算不是要用到五千 五千片的纸尿裤吗 对吧 那 我们把它对个折 我们说两千片好不好 两千片 这样的话 呃 纸尿裤一片一块钱 你也省了两千块了 那实际上你省的这个价钱 远远不值 你至少啊 你了解了这个资讯之后呢 你至少听了今天的微信 如果你听了今天的YY分享 如果你在这之前 你不知道这个资讯的话 你至少因为今天你的到来 你可以省掉两千块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资讯啊 传给更多的人 那么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啊 让更多的小宝宝啊 不要不要闷在那里 你想想看动物 他会穿纸尿裤吗 只有人类才会 哼 我女儿听了他笑了 只有人类才会想着这些莫名其妙的事 不要担心他会尿尿的身上 你尿的往身上尿乱尿 是因为你没有训练他 小宝宝在一个月之内 在满月子期间 是绝对可以训练他 就是按时大小便的 绝对是OK的 刚刚我的那个问题 我再问一下大家 一块纸尿裤啊 如果说经过垃圾厂的掩埋 他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来分解 才能够分解掉 我给大家十秒的时间 请你把你想到的年份 打到这个屏幕下方 你看胡陈宁说的 两个月就把尿了 是的 月子里其实就OK的 那么纸尿裤 他花多长时间才能够被分解呢 没有人 笑语说50年 OK这是一个答案 20年 还有吗 放开你的这个 思路啊 敞开了一下 20年50年 不是这样子的 还有吗 我们再给一个 再给一个机会 有人说吗 我的孩子说200年 70年 我告诉大家啊 500年 500年 这是 这个是你在这个平常的资讯里 你是不可能看到这个资讯的 500年 500年 过去呀 在我们小的时候啊 那时候都是用纱布啊 尿片来照顾小宝宝的 柔软的纱布 包括我们穿旧的那个 好的棉质汗衫啊 裁剪以后 折成长条形的尿布啊 等等等等 还有现在开始啊 那个 也有做那种 已经开始 大家知道纸尿裤的 就是这个害处了啊 就开始给孩子们 就是制作那个棉的 有售卖的 比较好 所以 呃 现在因为纸尿裤啊 大量取代了 布的尿布 其实纸尿裤是很贵的 真的是很贵的 这广告的影响力啊 是很大的 绝大多数 人都会认为纸尿裤跟奶粉呢 同样是必要的 所以纸尿裤和奶粉 都不是人类需要的东西 绝对绝对不是需要的 你的奶粉 尤其是婴儿啊 你去看看婴儿的这个 零到一岁的奶粉 里面很多添加剂啊 包括会诗啊 这那的 真的很可怕呀 你的小宝宝在月子里的时候 就已经被商家盯住了 开始给你输入各种添加剂了 你说到了二三十岁 他能不生病吗 二三十岁 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 他都抑郁了 他都没有出去工作的力量 他都没有交友的欲望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呢 包括这些影视啊 包括这些各种各种这个电电丸啊 所有东西加成起来 一加一加一大于五 大于十了都 所以我们的广告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是纸的问题 我再总结一下 纸尿裤不要用了 纸尿裤它的降解时间 至少要五百年 五百年啊 你可以回去将来就是去传播一下啊 让孩子在月子里的时候就训练他 尿尿 然后训练他按时的大小便 绝对是OK的 没有问题 纸尿裤啊 卫生巾啊 手指啊 包括餐巾纸 看看里面有没有 看他们的配料 我每天的分享 我说到的最多的一个词 那就是配料 配料啊 你不管你买什么 你就看他的配料 如果里面有 好多你看不明白的东西 那就果断的不要他 无论他的包装有多美 无论他做的多么的诱人 你都不要去吃他 不要去使用他 这是指 记住一个词 绒毛浆 配料绒毛浆 卫生巾也是一样的 卫生巾他的这个 好多这个 呃 他的底部 他是贴了塑料的 那个塑料就捂着你啊 就是我之前不懂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用的这些所谓的护数宝之类的 卫生巾啊 他们都是不合格的 你仔细去看 什么ABC啊 七度空间啊 小户子都是不合格的 都是不能使用的 你长时间 如果你要是特殊原因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不换的话 反而就是有炎症 我记得我原来每个月都会很不舒服 后来才知道 就是因为使用了不洁的卫生巾 而且所谓的 就是不干净的 不洁的这些卫生巾呢 全是所有啊 这个电视频道里啊 做的这个精美的广告啊 推推广的这些产品 都是明星的 哎呀 好舒服啊 还有加上那些很精美的这个制作的动画啊 告诉你这个产品有多好多好 所以这些东西全是虚假的 记住这个词 绒毛浆 有绒毛浆的这个 这个任何的纸制品 我们都拒绝使用它 好纸就讲到这里 还有一点 再重复一下 这个湿纸巾不要再用了 湿纸巾 湿纸巾里面经常会有一些 就是加酒精啊 还有这个加一些这个 一些其他的化学物质 我刚刚忘了还要仔细讲一下 湿纸巾 湿纸巾也是不要用的 你想一想哈 如果说我们平常的这个纸啊 如果我们生活在南方的话 或者说你这个纸搁的地方不恰当 或者说因为你这个地方 你所处的环境比较潮湿的话 纸是会发霉的 对吗 我们小孩子 尤其是这个有孩子的家庭啊 会买那个孩子用的湿纸巾 擦屁屁 湿纸巾的确实也解决了 就是妈妈们的这个困扰 但实际上的湿纸巾 它也一样 它不是一个环保的产品 我们大大多数人都过于贪图 它的便利了 却忽略了它的缺点 为什么会忽略呢 不是我们大脑不够用 是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 大众媒体 它不宣传这个 如果都宣传这个了 经济就得崩塌 我是这么认为 想想看 湿纸巾 它为什么不会发霉呢 湿纸巾的 它这个材质是很柔软的啊 过去我也买 经常买 多方便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出去浇游的时候 是一定要带上一大包湿纸巾的 这种只是很柔软的 也比较细致和温柔 有的时候我们运动以后呢 手边没有毛巾 也会抽几张湿纸巾擦脸擦汗 就是赶快就是去掉那种很黏很油腻的感觉 有的人尤其是这个出差旅行的时候会拿它来替代洗脸啊 甚至就是洗屁屁啊等等 那么它为什么能够保持湿润却不发霉呢 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呢 我想绝大多数人99%的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湿纸巾上啊 它并非只有水分 它所含的物质啊 它会不会 它到底会不会这个对皮肤啊造成会有一些残留或者是刺激呢 我问一下大家 湿纸巾上所含的物质啊 它会不会对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呢 是或者不是 有人回答吗 是或者不是 请回答 湿纸巾上不仅仅是有水分的 它所含的物质 是否会对皮肤造成残留或者是刺激呢 对 回答正确 当然了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它里面含有什么 有酒精 有香料 因为湿纸巾呢 还有什么薰衣草味的 橘子味的 一般它都是化学的这个物质调出来的被道 酒精啊 香料啊 杀菌剂呀 它有杀菌作用 它肯定加了这个有关的物质 要不它不能杀菌呢 对不对 还有什么表面活性剂 这一些 还有它的包装啊 它都会用到什么 铝箔的材质 它如果你没有拆封的话呢 它可以保存很久 如果你开了 就是那个开口 它不是有时那种粘的吗 对吧 那如果你不拆封的话 你这包湿纸巾是可以保留很长时间的 只要你开封了以后 你就要尽量的用掉它 因为会干掉会蒸发 柔顺剂柔软剂 对千叶回答的很好 就无论是从这个 这个经济角度来讲 因为湿纸巾的售价也是不低的呀 对吧 还有环境污染 为什么 它的湿纸巾 它的分解是很困难的 分解是很困难的 它还有很硬啊 有时候你拧 撕都撕不开 还有它从这个健康角度来讲 因为化学物质 它会残留在你的皮肤上 所以呢 湿纸巾 是不建议 不建议 就是这个 大家使用 尤其是家里 有孩子 那有人说 这也不让用 那也不让用 还活不活呀 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那么毛巾 比湿纸巾 是很好用的 那小宝宝 尤其是小宝宝 它是敏感肌肤 它容易尿不湿 尿不整 那么 我们建议这些孩子们 不要用湿纸巾 给它擦屁股 那平常在家呢 你只要 孩子们一上厕所 一拉便便 就给它洗屁屁 对吧 那如果说 尿尿太久了 才坏尿布的话呢 那最好也经常用温水 给它洗一洗 透透气 再包上那个棉质的 这个尿布 那么湿纸巾呢 偶尔可以救救急 但是呢 你只要想到它 用它来救急 你是不是 就要买它呀 对吧 所以它就是一个 挺让你纠结的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已经 不怎么买了 很少用 所以平常 最好改用毛巾 尽管这个湿纸巾柔软 但是毛巾打湿以后 它的细腻的程度 这个细致的程度 是甚于湿纸巾的 它的毛巾 它的整个的 对皮肤的呵护程度 是高于湿纸巾的 那么 带孩子出去散步的时候 就可以多准备几条湿的 但是拧干的小毛巾 有需要的时候呢 你就一条一条的取出来用 再回家以后再清洗 尤其是读小学 幼儿园的这个妈妈们 家里的孩子还小 那个 就是你的孩子在幼儿园啊 包括小学三年级之前啊 都可能需要照顾一下 那么再给孩子在书包里 准备一条小毛巾啊 这样的话呢 他如果流汗的话呢 你不要让他用湿纸巾了 不要再用了 那你给他就是 用个好一点的 就是这个 你这个毛巾也不能随便给他啊 你外面要准备一个那种 好的包装 好的包装 那种风口似的 给它放在里面 否则的话 你放在包里 书包是很脏的 它肯定是二次污染的 所以湿纸巾不要用了 配料里面有绒毛浆的 任何的纸张 都不要再用了 对 小手帕 对 小手帕如果说 要带的话呢 多准备一些 网上有很多很好的 那个 很好的那种 棉质的这个小手帕 但是你也都会买 你不会买的话 仍然是买到里面 还有荧光剂的 还有一些漂白 经过漂白的这个 棉质的这个手帕 买手帕也是有讲究的 那么我 我的团购群里面 会涉及到 这个生活当中的 所有层面 虽然不一定产 每个产品都团购 但是呢 我会把这些 如何选购 生活当中 所有的日常用品 的知识和方法 教到大家 包括把相关的链接 推送给大家 不是每一个产品 有都十块二十块的 也没法团购了 因为还有涉及到 这个运费嘛 是不方便团购的 那我就会把相关的链接 推送给大家 那钱也不是很多 所以买毛巾 也是有讲究的 说到毛巾 我插一嘴哈 有一个毛巾叫 棉花糖毛巾 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 很贵的 还有一个选好东西的方法 是什么哈 你可以去特别高档的 现在大城市 有特别好的超市 超市包括那个日常用品的 那个精品的那个超市 你去看 你去欣赏 那里面你都可以找到好的东西 那你看到以后呢 你可以在网上搜 不方便带回家 你就可以在网上搜 像棉花糖的毛巾 我就是在那个 那个商场里看到的 我一看见它我就特别喜欢 有一种想吃的 棉花糖的那种感觉 各种颜色 植物染色 真的很舒服 它的那个毛巾 它的那个睡衣啊 简直棒极了 后来我在网上搜了嘛 我买了几条 很舒服 非常舒服 棉花糖毛巾 大家可以搜一下 还有几款 我在淘宝上淘到的 那个白色的 那个纯棉的茶巾 也非常的好 也很便宜 才19块93条 挺大的 它是茶巾 但是我拿它来洗脸 非常好 真的很好 洗脸洗澡用 也不贵 19块93条 但是牌子是哪个店 卖的 我就不太清晰了 我忘记了 竹纤维的 竹纤维的也还可以 但是竹纤维的 我觉得它的手感 不是很好 而且它的 那个那个太大 它那个那个做的 要么太大太长 要么太小 我买过竹纤维的 我不是很喜欢 它的手感 我喜欢用棉纱类的 对了 有那种婴儿用的 那个棉纱级的 那个那个手帕 大家可以去选 怎么选呢 你在淘宝上搜 婴儿用毛巾 婴儿用纱布 婴儿用口水巾 婴儿用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纱布 你去搜一下 对面纱 这个很舒服的 还有这种品质的 这个睡衣啊 哎呀太舒服了 包括我们买的那个缠服啊 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这个缠服卖 你买那个 纱布做的那个缠服 有一家 我搜到了一家 它的那个缠服 太舒服了 穿在身上 也不贵 一百多块钱 很漂亮 白色的跳缠舞 我穿的 哎呦我可喜欢了 而且特别的美 棉纱 对的 棉纱 纱布 做的毛巾 包括小宝宝 呃 所以我们又开始省钱了哈 而且我们买了那个油 它可以反复使用很多次的 用这种给替代孩子的纸尿裤 啊 所以纸这个问题 讲完了 啊 快到八点了 没想到光一个纸就讲了这么多 啊 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 讲什么呢 讲一个短一点的吧 短一点的 就讲牙膏吧 我会花十分钟的时间 你囤了很多 陈寗特别好玩 囤了好多 我以前也囤 囤毛巾 我看来都可喜欢买了 现在后来开始断水离以后 我不囤任何东西了 比如说我很喜欢的那个毛巾 我就买三条 过去会囤毛巾 哎呀可漂亮了 一到那个 我有时候会选那个当地特别大的 那个批发市场 过去啊 二十年前 哇又便宜又好 然后一买就买一批发 回家看了都可舒服了 现在我家里还有二十年前买的那个 那种出口用的那个 那个白的那个毛巾 真漂亮 就是那种特别高档的那个 那个宾馆里使用的那种 很好的那种毛巾 买了一大堆 到现在都没有用完 简直就成灾难了 有的东西一多 你不愿意用了 看着都烦了 所以现在我不再捅货了 说牙膏吧 牙膏啊 牙刷啊 我们天天要刷牙的啊 一般会我一天会刷至少两到三次 所以牙膏怎么选 因为牙膏里面最让人恐恐怖的事情 就是这个里面所含的浮化物 浮化物它是经过人设计 加到里面的 因为牙膏里面你加浮化物干嘛 其实根本没有没有必要加这个东西 加这个东西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从健康的意义 角度来讲 它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对某些人来讲 它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来讲 他家里以后你天天吃 你慢慢慢慢就变得越来越傻了 你的松果体钙化 变成石头 所以为什么年纪大的人 他很难觉醒呢 他用了一辈子含有浮化物的牙膏 他的松果体 他的三眼都无法打开 他的灵性层面很低 所以他 他是迟钝的 他是迂钝的 他整个的基因 就是DNA 他整个的基因的被改写了 很难再扭转过来 所以就是我们这些觉醒 觉醒过来的这个人 特别特别的可贵 一一当万的 一个人得顶一万个人使 牙膏 牙膏是很重要的 就是残害人的一种物质 很可怕的 里面的孵化物 所以买牙膏的一个诀窍是什么 看有没有孵化物 还有这个牙膏企业啊 嗯 他们也很精啊 他们很精 有的时候那个牙膏整个的那个管管状物 他是不会告诉你里面含不含孵化物的 他会写在哪里呢 写在外包在那个就是你买牙膏的那个外包装 那个纸质包装上 他会写啊 含孵化物 他是要求要写的嘛 含孵化物 那么有的时候你买回来以后你也没看啊 对吧 你就把它扔了 然后那个里面那个管状的那个牙膏的管的 软管的上面没写什么 他写的是让你看到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竹檐系列的牙膏 我感召大家参加我的这个收费的团购群的时候 我发给了一些朋友我的感召信 然后他说我我用的这个竹檐系列的产品 我就不参加了 但是有很多吃的苹果啊水果啊绿豆啊米啊 他都不是竹檐系列的 其实有很多东西的 所以我的团购群是涉及到生活的所有方面 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来听我的微微分享的话呢 我强烈建议你啊 付费到我的这个团购群里来 好处多多益处多多 而且会传达很多 呃就是你在我这个群里 我服务大家半年 这半年呢 你会获取到呃不说所有的吧 百分之九九十八以上了我们需要的生活常识 呃我全部都会给到大家 而且会告诉你呃如何选购 选哪些啊 给你给你更多的选择性 然后会到后期呃 不会用很长的时间 然后你的购买的欲望 你会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少 加的东西越来越精 买的东西越来越好 我的团购群是收费的 如果如果你想加入我的团购群的话呢 你可以啊加我的微信 而且申请加入团购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微信号打在屏幕下方了 那么这个牙膏呢也是有团购的 哦给给到给到大家很好的产品 牙膏你自己买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它的配料 含不含浮化物 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呃呃叫那个 它不仅仅是浮化物不好啊 呃就是里面还有香料 啊还有 有的是染就是染色剂 有的牙膏 它是有颜色的 这个颜色都是化学之剂 还有防腐剂啊 牙膏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就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清洁剂啊 它就是一种清洁剂啊 它是最容易吃到肚子里的化学物质了 啊 里面的防腐剂是什么 三绿生 好的牙膏 它会告诉你 它不仅告诉你它不含浮化物 还会告诉你不含 不含这个三绿生 三绿生它本身 它就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今天我们又讲到了环境荷尔蒙 环境荷尔蒙 什么叫荷尔蒙 荷尔蒙就激素 让你变 都变成女性化呀 啊 然后这个都绝肿了 那么三绿生呢 你天天刷牙 你天天刷天天刷 你还有包括其他的因素 啊 你各种的环境荷尔蒙 就是这个清洁剂的人基本分 你都吃到肚子里了 你可不就 你不孕不育了嘛 牙膏里的三绿生 它就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而且它和这个添加了绿的 这个自来水啊 一结合 就会释放出有毒气体三绿甲烷 三绿甲烷 这就是这个 有的我们的自来水里面 是添加绿的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这个东西呀 一定要用就是过滤 我们一定要喝过滤的水 因为这个东西 它会储存在身体里 三绿甲烷 长期使用 它就会致癌的 所以啊 你无论使用哪个牌子的牙膏啊 即便是我推荐的也好 都应该适量的使用 不要吞食下腹 还有的牙膏 有些环保团体 它也会推出牙膏 那他们的牙膏有两大特色是什么 啊 既没有味道 因为很多牙膏是甜的 尤其是小孩子的 啊 蜜桃味的 苹果味的 薄荷味的 都是调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要使用那些带有这个味 那个味的 那个 那个就是带有各种香精 化学香精的这个 牙膏 尤其是给孩子 千万别买这个 而且这个 泡沫也不多 泡沫多的牙膏不一定很好 那加了就是 它有特别的物质 使得你这个 牙膏有很多的泡沫 所以挑选牙膏的重点 我总结一下 一 是否含氟化物 氟化物它就是 钙化你的松果体 让你无法和你的膏我连接 让你越来越笨 然后氟化物呢 也是 高血压 这个糖药病等等的 这些 这些 这些富贵病啊 所谓的这些病的这个 元凶之一 元凶之一 起泡剂 你说的对的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起泡剂 对的 是这样子的 牙刷啊 两三个月就换一次 其实一个月就应该换了 最好买个什么呢 紫外线的那种 能够消毒牙刷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东西 可以挂在墙上 那个是很有必要去购买的 你想想看 你牙齿 缝里面有很多的脏东西 你刷啊刷的 你用流水也是很难冲掉的 一个晚上以后啊 那个牙刷的那个细菌呢 我告诉你 比马桶的细菌还多 真的是这样子的 牙刷的细菌数 它是抹布水的十倍 甚至更高 它饱含水分呢 然后又是放在卫生间里的 它整个的一个环境 就是细菌和梅菌滋生的温床啊 还有的人就是 牙膏 抹牙膏的时候 从头 因为电视里就是这样教的嘛 牙刷头不是有个 大概是两厘米长吧 对吧 然后它那个牙膏 从一挤 从头挤到尾 然后整整的摆放在那个 那个牙刷头上 很多 这就是植入啊 植入的一种 让你使用的方法 你也会一下子用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牙膏 为什么 你用的多 就用的快啊 你就不断的购买啊 真正的好牙膏啊 它只需要多大 一个黄豆粒那么大小 就OK了 对的 牙刷就是一个月换一次 而且要保证啊 经常搁在阳光下 尽量 如果你特别要注意 你的浴室的这个清洁 是不是很潮湿 一定是要这样子的 尤其是 还有啊 我们住宾馆的时候啊 那个牙刷最好不要用 那个牙刷的 那个整个的塑料的 那个品质是很差的 而且特别的硬 一刷的话 不仅把你的牙银刷出血了 那里面那个牙刷的 那个毛指啊 哎呀 是不是这个 有这个 那叫什么 达到了清洁的标准呢 咱们就塞到我们的牙 口腔里了 觉得还是占便宜 但是现在因为 环保的这个 环保风啊 所以很多那个 酒店已经不再提供牙刷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牙刷 牙膏 我们今天呢 就讲一个纸和牙刷 我们做一个总结 呃 纸的话呢 就是不用湿纸巾 呃 不用纸尿裤 呃 少用餐巾纸 我们鉴定的标准呢 就是呃 看看这个纸里面含不含 绒毛浆 绒毛浆是二次再生的 纸 它里面的这个 呃 物质哈 里面是就是含有很多细菌的 尤其是女性的卫生巾 呃 千万千万不要买那个有绒毛浆的卫生产品 一定要注意问题 就家里如果有 就舍弃 啊 这是一个 当然你买好的那个卫生巾的话 其实挺贵的 一片很贵 那我有一款名字 我忘记了啊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相对来讲性价比是最高的 我跟很多的环保产品都做过比较 那我在我会在我的团购群里 呃 推荐给大家 这是一个 这是呃 纸啊 不用湿纸巾呢 是因为里面添加了很多的就是化学的东西 它会通过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啊 被你的皮肤吸收 那么牙刷呃 纸还是纸还没说完啊 那个卷筒纸 它有这个纤维长的纤维短的 那么纤维长的一般就是餐巾纸 对吧 它是很难被呃 就是 被分解的 所以尽量这类的纸呢 就不要往马桶里扔了啊 这是纸的问题啊 可以买 现在就是那叫什么 竹什么什么的 但是很多商家啊 他因为大家知道了这个纸的问题啊 他也会有些猫腻 所以你买纸的时候啊 最好到大的超市 大型超市去买 因为有些呃 仿冒的产品 伪劣的产品 假冒的那个名牌产品 在路边卖 或者小座房卖 去大超市 去感知一下 然后你有机会 下次去买纸的时候 你把那个超市里 所有的纸 你全部看一遍 那就当是一次学习了 那这个 可以要花个你 十来分钟的时间 那这十分钟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你 只要你看过一次 你就知道哪些纸该买 哪些纸 不应该去使用 去看它的配料 这是纸的问题 再就是牙膏 牙膏的选购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是否含孵化物 嗯 还有就是 是否有防腐剂三绿生 第三个 不要买有那种 各种味道的 含有各种味道的 那个牙膏 不要去这个 好的牙膏呢 是不含这些东西的 所以还有一种牙膏呢 刷牙有很多方法 我再用三分钟时间 给大家讲 就是就是保持口腔 洁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推广的那个 那个那个 推荐的那个品牌 是很好的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 还有别的方法 就是用那个 葵花籽油 大家记住 葵花籽油 炒菜用的葵花籽油 葵花籽油呢 你用 大概就是用小铁勺 那么三分之二勺 你放在嘴里 然后像竖口一样 竖啊竖啊竖啊竖 一直把它竖成那个 泡沫状 都没有油的味道了 到那个程度 大概要几分钟的时间吧 整个口腔会非常的洁净 这是最好的方法 用葵花籽油 比如我们外出的时候 我们用好的那个小瓶子 可以装一些 葵花籽油 漱口 保持这个口腔的卫生 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 是我的一个尾巴教我的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竹颜牙膏 不要用了 竹颜牙膏 我们也是一种好的产品 但是啊 它这个盐 这个盐是有问题的 兄弟们 这个盐是有问题的 这个盐里面有氯化钾 有点酸钾 说错了 有点酸钾 或者是亚铁氢化钾 因为它 我觉得它不可能用没有添加这些东西的盐 来做这个竹颜产品 因为这些东西会通过 通过这个竹颜产品 继续被我们人体所接触 所毒害 被毒害 因为只要你去看 因为市售盐 包括它买大桶的这个盐 做产品的时候 都是添加了这些东西的 都是添加 添加这些东西原因 我想线上的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 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 就是 只要这个食物很好很好 但后面是食用盐 OK 你就尽量不要去用它 之前我给大家推广过一个很好的酱油 叫荷然牌的有机酱油 挺好的 我一直也用它 30多块钱一瓶 在超市里算是贵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 而且它也有国家有机的认证标准嘛 后来发现 它有的产品里面也是用 用添加了食用盐的 我就没再买它了 现在我就买 用的是那个美国的氨基酸酱油 挺贵的 我买 我刚今天刚买 买了一罐 是900多毫升 70多块钱 算是便宜的 因为我之前买的 400多毫升的都花了我89 那这次我是在网上搜到了一家 搜到一家 我说能团购吗 团购才给我便宜两块钱 它说70多已经是那个 已经是团购价了 已经是优惠价了 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 有一个店铺 70多就可以买到900毫升 所以你要注意买东西 你还要注意这个量 因为900多毫升有卖90多的 也有卖100多的 同样的产品 你要自己去选择 醋啊 醋也可以买有机的 有机的那个荷燃牌 你可以买它 你看一下 醋 很多的啦 其实有的时候啊 你知道了购买的原则以后 自己就可以选择到 很好的产品 前段时间我去到上海 上海的那个九光百货 它地下一层是一个非常大的超市 东西真的比我在北京看的好 那么它的那些酱油啊 醋啊 我看了很多很多哈 那很多国外进口的也是不OK的 日本的 有一款日本的那个产品特别好 我都拍了照片了 也不是特别贵 四五十块钱 三十多块钱 但是你健康了呀 你要是长期一年半载的家里 不再摄入这些有毒物质 你的身体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 当我们真心尊重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身体会给到我们全然的 百倍的回报的 这是真实的 所以醋的话 你可以看一看荷燃牌的那个醋 和苗的和 然后的人 总之原则就是 你不管是买醋 买料酒 买这个买那 你不要迷信那些 那些那些品牌 那都是虚假的 你一定要看它里面的配料 它虽然说 我这个没加 那个没加 这个无这个无那个 但是你要看它里面还仍然有什么 就它之前可能含有二十种 对吧 它拿掉了其中的五种 它那十五种还在那里头呢 所以要睁大眼睛 要长智慧 我们要戳穿 要火眼睛睛看透这些商家的这个 那个这个嘴脸 我不知道他们听了会不会不高兴 不高兴也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热爱自己的身体 在三维的这个世界里 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通过这个三维尸体 要得到更快速的更好的进化 还有扬声也在我们这一代人 会我们会迎来扬声 这一点是确定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从各个层面来 做好身体的准备 做好身心灵的准备 第一 彻底的断绝 这些添加剂对身体的残害 真的是可以用残害两个字 第二 摄入健康的有机的好的产品 用很短的时间内 去恢复身体的一个觉知 身体会给我们很大的回报的 你就不生病了 你可能仅仅是因为选购了 没有毒的这些日用品 而减活一条命 完全有可能 因为有一些有机调理班 就是帮这个癌症病人 肿瘤病人 就是用这些 没有任何添加的食物 有机食物来调理他们的 那一个月以后 那被就判 医生判为两个月后就死的人 然后回去用这种 食用的方法去生活的话 那都恢复正常了呀 都活好多年呀 这种案例太多了 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我不喜欢吃醋 吃饺子 吃面条 我都不吃醋 爱喝光 我也是 我就是直接吃的 对 扬生从吃好开始 吃好 用好 玩好 真的很重要 因为身体太重要了 以前我们说 我们灵性高就可以了 身体没有了 你都没 身体都没了 你咋提升呢 包括松果体的概化 松果体也是在三维层面来讲 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呀 它就是物理层面的呀 你光灵性 你光讲灵性 光宣传这些真相 你身体每天都在吸血液毒素 它就会让你难以脱离那个矩阵的 所以我们要从当下就做起 去实践 在三维事件去实践那个五次元的生活状态来 这样的话 我们当我们做好准备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起飞呀 大家说是不是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么之前的有关的这个内容